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各位同学, 好了 今天呢, 我要和大家做一些 三位乘两位的一些复杂 我们预见第一条的例子 就是123乘24 那如何去做呢? 好了, 图像第一次就已经做到了 我知道 三位乘两位 一定要保零 那为何要保零呢? 保零的原因是因为 方便呢, 我们这个二字 这个二十四个二字 是先去乘的 这个二呢, 正正就是十位的位置 所以呢, 你将会预见到 二乘二三 二乘二 和二乘二一 我们会先做十位的部分 那现在我们一起运算了 先把零 先把零 保在这里 保在个位 那補了零之后呢 我们待会计算的答案呢 就不会写在个位的数值 就会由十位开始写上来 那我会先把环线给大家看 就是这个位置 在这个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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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二乘二三 等于六 二乘二 等于四 二乘二一 等于二 好了 那这样做的话 我们就会做完二这个位置 即是二十这个位置 那我们就会再计算四 四的时候呢 我们会把箱 把答案写在下面这个位置 四是个位置 这个数值 十位这个数值 开始 而出雷退 那我们就试试了 好了 四乘二三 四乘二二 四乘二一 这样整下去 四乘三 四乘三 一十二 那就点一点 这里要进位的 四二乘八 八加一等于九 四一得四 那我们把两个数 加上去 零加二等于二 十五 答案是 二百 九 二千九百五十二 再说一次 是二千九百五十二 那这条呢 就是我们第一条的例题 各位同学 那我们呢 继续做例题二 同样是三位乘二 两位的数 第一个步骤 我们要保零 让保零之后 我们会先计十位 三十八这个位 三字这个位 三乘二五 三乘二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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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去做 分别的答案 会写在 这三条线上 好了,开始了 三乘二五 十五 三二如六 加一 七 三二如六 好 到个位的位置 八乘二五 八乘二二 八乘二二 八乘二 这样去做 它的数值 将会写在 绿色的位置 个位开始 纯数三个数值 一八乘二字 中四十 好 小 Oke 写四字在上面 提醒我 稍后要 尽位尽四 八二 一十六 十六 我写一字 到 16加4不是16,是變成20 所以我寫了2在上面 82116,16加2是18 你見到這個位置沒得盡的時候 我們便會寫18在前面 我們把這兩個數字加起來 就是這條算式的雙 所以答案是8550 好,同學,看完剛才的兩條題目之後 你應該對於三位乘兩位 已經再一次重溫了 現在我們應該會有四條數 你可以自己試一下 繼續完成下去 中文字幕提供